哈囉 大家好 我是Anita 聖誕節要來了 是個快樂的節日 快樂的節日 今天也很有聖誕節的Feel 是嗎 很適合去逛那個西北耶丹城 年關到了嘛 所以Anita一定是很忙的 很多的設計案在提案 但是呢 因為聖誕節也將近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到現在都還不曉得 該怎麼佈置你的空間 聖誕節緊接著又過年 整個年節的氛圍的話 今天要帶你們來看一家 這家真的是很有特色 為什麼我會特別推薦 因為它的東西呢 有一些是幫你弄好的 像 你看我眼前 這個東西就超棒 你看到嗎 它已經幫你弄好了 我等一下就會教你們 很多東西我們只要透過擺設 它就一定會有感覺 所以其實你也不一定說 哇 我要買一顆聖誕樹 然後自己在那邊弄都弄得很久 小小的角落一點點感覺就可以 你看我後面這些 三月份 就可以簡單再加DIY佈置 簡單 對 你簡單就會有那個感覺 而且可以延續到過年 那我們現在就先去看吧 GO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喔 你看到我後面整個都是聖誕樹對不對 最基本大家的想法 就是說 聖誕節我買一顆聖誕樹 然後來鋪製 然後聖誕節就會想到紅色 綠色 綠色 其實不一定 因為現在 每個人對空間的這個 居家風格不太一樣 你的空間很適合 紅跟加金色那種 非常奢華的氣氛是可以的 像這裡就有一顆 這裡有一顆它已經布置好了 我覺得如果你沒有時間 你可以直接來這邊就直接看 他們已經現場布置了很多感覺 這個紅加金 它點綴了一些白色的氛圍 可是你也可以看得到這邊 整個白色的 就是很浪漫的感覺 所以你可以看裡面的空間 假設裡面的空間 是那種很潔白的空間 你可以用這樣的功能 再來看 我們現在不是有很多空間 可是我喜歡那個墨藍餅 灰藍啊 對不對 灰紙啊 這個顏色就很適合 這個 這顆看起來很童話耶 對啊 它就是很適合放在那種藍藍的空間 灰灰的空間裡面 然後你看它上面都已經幫我放了很多產品石啊 手褲子啊 對不對 比如說我家裡是那種很大地的 那你可以選很大地啊 有一些果實類啊 比如說像這個 這邊 它就是一些那種果實類的 非常大地感覺 然後放一些 這個叫 松 松果 松果 對 你可以放一些松果 然後放在你門口 溫暖的感覺 就是很溫暖很大地的 有一些小飾品 它這邊有很多麥克風 糟梅 它已經做好了 你要藍 要綠 要大地的感覺 或者是說像我門口掛一個 這個小籃子 以前早期我們都是用這樣 我會喜歡在門口放一個這樣的東西 像我覺得廁所裡面也可以放 比如說廁所裡面也把它放一個 角落放一個這樣子的桶 或者是你希望它是一個藍色 比如說我的床頭 我的床單是藍色系 然後我想放一個這樣的東西 也是可以 我覺得這都是超級簡單 可以馬上布置出你的空間感 以前我都會買一棵聖誕樹 然後還在構思 然後把掛絲掛完之後 還在那邊噴雪花 你知道嗎 我要買整罐在那邊噴 那弄完之後已經 半條命了 這一家我很喜歡是因為 它的飾品很精緻 像這個意思啊 超美吧 這個好可愛喔 對啊 就是麋鹿為什麼一定要是很大隻的麋鹿 小麋鹿也可以啊 對不對 聖誕節很常就是 買一次性就丟 然後過年就不能用 對 但是你買這樣的東西你不會丟 因為它質感很好 你會一直留著 而且可以一直延用到過年 對 你過年沒關係啊 因為過年本來就是好金色的感覺啊 麋鹿也可以再跟我們一起過年啊 浮露獸 對 幹嘛把麋鹿趕走呢 浮露獸啊 金色的啊 這個把它旁邊放個春蓮就是 就跟聖誕節無關了 真的是可以延用的 放個小鞭炮 放個小鞭炮 你看這邊就是過年的有沒有 有沒有 我跟你講我過年的時候啊 我家裡我就買了這個 然後插在一個空瓶 然後有加上一些紅花 那過年之後 我就把紅花拿起來 剩下金色 配上一個白瓶 其實也很漂亮 這個桌旗啊 你如果 如果 比如說 平安夜你想要佈置一下 你把這個桌旗擺上去 然後呢 就擺 擺這個 擺一些東西 對不對 是不是感覺就很棒 然後再放置大烤雞 然後放這個紅酒 哇 整個溫暖的聖誕晚餐 對 就可以了 走 我們再去看 好多東西 演化了完 蠻魚的 陰瓶 阿還有這個 这个如果你在一個玄關機上面 擺櫃的上方 你就可以擺放在這裡 還有一個更手工的這一顆 你看這一顆 它用枯枝 它用枯枝直接架 直接架出來就是一個聖誕樹 我喜歡這種東西 手作類的 非常手作 後面這一區就是金色 金色的氛圍不一樣 你看它也是一個枯枝 像我剛剛在樓下講說 可以掛一些吊絲 那你就掛一些吊絲 它其實這樣有沒有氣氛 還是有氣氛的 非常有創意 雞頭 要嗎?還沒吃早餐 我想吃耿德雞的 早上要來一顆蛋 這邊很像超市喔 Supermarket 就是來這邊你會有很多靈感 你就會有很多想法 你看你頭上 一堆南瓜 跟蘋果 這個其實也是 這個是Garden的感覺 你記得我們Bubble Lane跟那個 Shue Cafe 我有幫他們做那個多肉植物啊 我都是來這邊買的 因為多肉植物很像真的 欸我覺得左邊那個角落很像你家 對啊 我家的鸚鵡啊 我家的鸚鵡是自由的 這是鳥籠 我家的鸚鵡是自由的 就一直在外面 但是我沒有給它鳥的 其實也是可以給它鳥的 欸它這個陽光打下來很漂亮 對啊 你看這樣很棒喔 一個鳥籠 弄一些金色球 然後一些這個 這樣就是 在一個角落就非常有感覺 我是個人認為 不一定聖誕節就是要聖誕樹 你就喜歡不一樣 對我覺得不一定 好 看到喔 這邊都是過年的東西 所以我們剛剛講啊 如果說你用了一些金色的布置 這些軟件 那你到了過年的時候 你就加一點這樣的東西 挖進挖一挖 中果拿掉 換成鞭炮 燈籠 小兔子 昆蓮 稍微穿插一下 感覺就不一樣了 不一定要全側 你可以用銜接的方式 那他這邊有一個餐桌 我們可以看 像他這邊有擺個桌旗 然後這就是一個聖誕節的桌旗 Merry Christmas 那你在那邊弄一下 整個氛圍就有啦 對不對 或者是你覺得說 我真的沒有時間 我真的沒有時間 那我們就直接買這盤回家囉 直接買直接放 帶酒 其實像角落開的這個 這種DIY感真的是 現在都市的人很需要的 生活已經很苦悶了 對 就是你要有一種 鳥語的感覺 那買回去記得把它撥一撥 都會稍微把它自己整理一下 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等一下要去稍微 看一下有什麼可以 長快快速採購的 可以佈置一下的感覺 買回家佈置 其實剩下沒幾天啦 最後就是跟大家 先一祝一下 我們的聖誕節快樂 然後 你還也喜樂圓滿 後續會有很多新的作品跟各位發表 謝謝 老闆娘他們會讓我 借我拍攝 讓我把這個好的東西分享給大家 那就最後還是祝福大家聖誕節快樂 那記得 訂閱按鍵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關注我的頻道喔 掰掰 掰掰 我是不是要買一個這個 回去放在我的那個 我家客廳的那顆 殿堂鳥樹上面 然後大家那個餐點上來 就是手機先吃 手機先拍照 手機先吃 等一下上面他們有個餐桌 我們可以開餐嗎 放一點辣椒 辣椒必備 圓滿 然後今天好像是冬至 對 回去吃湯圓 回去吃湯圓 吃完湯圓 我就多一歲了